借安期的數據不夠 我的推斷不是4是2 2是一條線 2是會有機會轉變到4 4亦會推化到2 怎樣也有機會吸引到情緒病那種性格的人 張繼聰是3號 3號是甚麼呢 地產經紀、保險經紀 那些全部是3 例如黃祖南那些是3 3是甚麼很滑頭、很精靈、很狡猾 轉數很快、很聰明 譬如你不是三型,你去做保險 你做三個月玩完 任何一個方式只要能夠更容易達到成功 他們都會做的 他們是不會考慮過程 保險經紀、地產經紀是怎樣 3號就是怎樣 很簡單 一切能不能夠維繫到 就靠南方的手段 正正 張繼聰有機會是三型的時間 他就是能夠維繫到女生 而相反許智安 首先他沒有辦法位置到女方的心靈 而事業上很明顯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關係是很難維繫的 他們繼續拍拖還可以 即是不結婚 一直中路 有一個海旁的小女 過去哄女的技巧都是千面萬化的 各種花式哄女 就能夠想到 尤其是需要不斷心靈位置的女方 孤野仔也是三號 但不是形容他 我形容三型人這個特性 我只是舉一些例子 讓大家即時就明白 這個號是什麼 這個號是什麼 王祖南是標準的三號 他夠膽取一個比自己高很多的女方 那個人就是很ambitious 裡面很強 我比你矮矮 不要緊 我所有東西都比你厲害 無論給女方 或者給女方家長 或者給外面看 都是 我就是可以的 王祖南這些就是 三型 阿安仔大家明白了他的性格 Semi大概明白他的性格 這兩個9加4的情侶關係 大家也大致少了解 我們回到道德上 首先你在的士 如果我真的駕駛這輛的士 然後我沒有偷拍你的時間 我真的停在一旁 你再搞我才能開車 我一直看著後面 在看你們這麼精彩的東西 我怕會炒車 真的 我真的有機會跟他這樣說 如果你繼續駕駛 我又繼續駕駛 我便繼續看鏡 要不我先開機 拍攝你們 這個就衍生了另一件事 其實現在 人類的道德 是被網絡社會 扭曲了 其實現在有什麼就是 拿起一部機拍 你是不是先救了人呢 例如有一個人被人炒 炒車 拿起一部機拍 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在的士裏 搞這些 是一個什麼的心態呢 就是 唯一就是 我會覺得 女方是不是特意的呢 如果她特意成立 那她背後的動機是什麼呢 我們真的沒有推測 唯一就是 女方在這方面 其實她著座 都頗 頗自動波的 頗自動波 我認識過一些是愛心型的人 她在這方面 其實是頗自動波的 如果是他著座之後 我說過幾個殘酷的真相 給女方知道 我可以告訴你們 任何男方 任何一個紅性動物 有異性戀傾向的人 的紅性動物 一定是希望 一定夢想的 你就多謝日本仔的AV 當然成因有很多 但是 任何有異性 正常異性戀傾向的紅性動物 一定是有的 只不過 有一些人 她是不敢做的 但是她永遠是想的 但是她不敢做的 而有一些人 她就夠膽做 而第四種就是 她想 但是不敢做 但是無奈遇到一些 很主動的女方 就是半推半就 所以 男性一定會這樣做 只不過 她 肯不肯 就是夠不敢做 或者她自己 對負責性 去到一個很大的程度 所以兩方面 其實都有一個 關係在 舉例 張繼聰 蔡翔琦 那個是一個很典範 就是 大家一個標準情侶 應該要做的事 沒有說誰 付出多一點 有一些 不會付出的 她需要位席 另一方就要做 位席的方 永遠 大家一定要了解 對方的性格 才有 更多的正確 的行動去配合 如果大家都不了解 對方的話 不是不了解 是不知道 大家的性格 是需要什麼 不需要什麼 哪些是會喜歡 哪些是不喜歡 這些就一定要知道 如果大家想 聽多些九應人格 我之後再做 其實都會的 不過我會找其他的切合點 譬如今集這個 相當之好 又可以 給我帶出 我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在公眾平台發表過 任何九應人格的 理論 包括我以前很喜歡在Facebook寫 長中短文 我都沒有提過任何九應人格 因為我覺得大家很難聽得明白 尤其是文字更加聽得明白 好了 這裏三人就害何從 許智安就玩完了 你起碼就休息幾年 幾年後有沒有人支持你 就真的 上帝保佑你 黃森泳就不怕 這麼多人排隊找你 你表現了你某方面的強項 其實真的不優價 像徐子奇那種 真正有錢人 幸福幸福 他本身 這種人很容易 走上 那條路 很多個案 因為他們的情緒 變化很大 大起大落 而更多是落 比起更多 因為 許智安的電波圖 永遠在中線徘徊 他不會開心 也不會傷心 而有些人 電波圖永遠是四人 他很難安靜得到 就算你安靜下來 他也會想了很多東西 他們的雜性就是 任何東西都會聯繫到負能量 其實 如果面對一個這樣的打擊 其實對這個性格的人 是特別嚴重的 因為要心靈畏直 我們盡可能在他的社交 Facebook 或者微博等等 盡量留多些鼓勵說話 那就不要落井下石 不要留那些 第一天就不應該 許智安 千萬不要留這些 如果你想他好的話 想這件事是好的 留多些鼓勵的說話 給個心 威脅他 然後 馬鳴 亦是受害者 馬鳴 在這裡輕輕地說一說 首先記者 找到他媽媽 不過 都是點到即止的 在這裡就給你們一個like 你們 這幫記者 點到即止的 沒有說死前難打的 那條片 他收到馬鳴的電話 我兒子說不要跟你們說話 他們說是嗎 那就算了 我們都不打擾你了 白武 就算了 OK的 你不要煩人家 馬鳴本身是受害者 你還煩人家人 馬鳴是怎樣 剛才說到 剛才好像沒有一個大道 就是 你這條女兒是頂班馬來的 你還是一個TVB的小身 頂一線小身 其實你就未必是 未必是照顧得碰她的 所以對馬鳴來說 是未嘗不是壞事 因為其實 最終可能 都一樣是有機會是步向這個結局 其實早點 早點出現 就比遲好 到時你被副箱 叫了你還沒面子 現在就是 大家就一個 美麗的誤會 今集就來到這裡 大家就走一條集談 昨天晚上就不方便 太晚回家 我還有很多事情 本來想開直播 跟大家跟進 但我覺得資料很煩多 今早就再補拍一條影片 如果有任何想法 就在下面我們再研究一下 SAMI方面 我們盡量去Facebook 留多些鼓勵的話 然後 安心的主角 這兩位安心偷情的主角 究竟背後的動機是怎樣 就不可能知道 一定隱瞞了 然後 看看今天 王心穎那邊 會不會公開發表 一些 他那方面的聲音 然後馬鳴應該 不會理解大家 SAMI那邊 大家盡量 可能也不要煩他了 但娛樂記者 職責所在 但你要留意 他們是 四型人 那 我的經驗 我在金融人格方面 的經驗確定了 南傑英肯定是四型 王菲是四型 張國榮是四型 這些 張萬勇 你會留意到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性格都是 同一條村 而其實 其間 裡面 都有很多 已經是 所以 鄭壽文 是一個 標準的 這個 憂鬱型的人 所以你們記者如果去打擾他的時間 麻煩 首先盡可能 我覺得你不應該騷擾他 因為其實很危險 現在是一個臨界點 如果你們真的要去訪問他的時間 麻煩 記住我說的話 這個 是 這麼多個類別 是最高危會做那件事 性格的人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今集來到這裡 如果新觀眾 不妨按個訂閱 因為這條影片 認識我這個頻道 盡量會發放不同的 正能量 今集就比較是一個分析性的 帶出人格這件事 如果大家都喜歡聽不同集談的 不同集談類的題目 不妨按個訂閱 之前有一個頻道叫KTSMAGIC 有什麼就在下面留言 我們再研究 今集多謝大家收看 我是KTS 好多謝 los 請便宜 給我們